大家好 今次和大家做個新辣麵的天花板 用海鮮做主題 一人錢份量 假如平時在家製新辣麵 煮得不夠邪惡 這個版本大家一定要試一下 因為醬汁全部都是充滿海鮮的鮮味 而且還要非常之惹味 小心食完之後 回到一會吧 Hello 歡迎大家收看不熟不食 我是Alpha 我們今集做一個即食麵 這個即食麵 大家可能很喜歡吃的 衣宿能長 叫做新辣麵 其實這麼多即食麵的品牌裏面 這個品牌的即食麵 我是最喜歡的 留意這次不是一個廣告 我是真的想煮一個新辣麵 去示範一個海鮮的味道 會不會做到一個是新辣麵的天花板 因為最近都經常有人說天花板 其實有這麼多天花板嗎 沒所謂 自己覺得是高級的豪華的頂級的 你覺得好吃的 你喜歡的 就可以的 我們事不宜遲也介紹一下 今集這個海鮮新辣麵的天花板 是怎樣做的 好嗎 我們眼前有些材料 包括在街市下班買回來 30元一盒的沙白 真是蜆類 因為蜆的甜味其實是可以放在醬汁裡面的 好 然後就有一些急凍解凍的 阿根廷紅蝦 兩隻的帶子 即是扇貝 然後一隻的花蟹 一條韓國腸仔 雜菇 半個檸檬 這個很重要了 湯底的甜味來源除了蜆之外 而且還要來自這個粟米 這裡一條粟米我們切開一半之後 全部切成四分一的尺寸 就是這樣 好了 起鍋的材料就是包括蒜蓉 半個的洋蔥 牛油 還有一些香茅 好 忘記說 最重要的主角就是生辣麵 好 我們事不宜遲說一下 這個天花版生辣麵是怎樣做 香茅我們買回來 第一件事是要把它頭尾切掉 我們不要頭尾的部分 然後就可以將香茅中間這個部分撕走 那就令到它乾淨一些 衛生一些 好了 然後刀背 用刀背的部分將香茅這些位置全部拍開 一邊轉一邊拍 一邊轉一邊拍 那就要拍些味道出來 那為什麼我們不切粒呢 是因為我們不想那個湯裡面 吃的時候有很多香茅 一塊塊很硬的粒在裡面 我們是想一條條的香茅 我們可以將它切開一節節 那就OK了 然後有小腸 我們有一條韓國的腸 什麼味道都不要緊 那你這次就要切開一塊塊 我們稍後會煎香它放在麵裡面 那你吃的時候除了有這個海鮮的風味之外 而且呢 腸仔的肉的香味都不錯的 我就覺得多點蔥會好吃一點 那這次這個食譜呢 其實是來自我之前 我想都好幾年前 我想有沒有六年前呢 七年前都可能有 用海鮮的Shake Shake 袋 那那時候就做這個美式 南美風味的Seafood Royal 那就是用這些類似剛才我們的香料 就去加一些Oat Bay呀 月桂葉呀 那其實那個味道是很重 蒜的味道和海鮮風味 那這次就是想做這個東西 但是呢 就放在新辣麵的上面 那蔥就切完了 那這個時候就可以煮飯的啦 那好了 大家的事情 我們找一隻鍋 可以煮到麵炒到東西的鍋 我們先放些油下去 一個湯匙這樣上下 牛油20克 哎呀 倒進去 加鹽 這個食譜呢 其實那個材料是任意配搭 因為其實你覺得雪櫃有些什麼東西 或者是覺得在街市看到有些什麼便宜的 就買吧 那剛才這隻蟹買的時候 已經是剛剛睡覺 看來的質素不是太差 所以就用它 其實這集這個新辣麵呢 並不是想像中那麼貴 非常之快速就見到那些牛油已經是融化了 開始起泡了 然後就將我們的洋蔥碎 和我們的蒜蓉加進去 那假如大家是做過我之前做的 Shake Shake海鮮袋呢 這次這個味道呢 可能你都會喜歡的 我們要炒香的洋蔥啦 我們要洋蔥吸出我們的牛油的香味啦 那煮這道菜呢 其實都有很多回憶的 因為以前我發覺很多新奇東西 大家都很喜歡走去跟 那些Shake海鮮袋 其實大家最喜歡都是Shake那一刻 這個食物都是在外國人進來香港的 大家喜歡就出去吃一下 都是那些東西來的 不過我看到很多餐廳都已經轉了很多不同的口味 那這次這個調味 其實就是源於最基本的風味 只不過是改了新辣麵的版本 好了 我們炒一下醬 我們要韓式辣醬 一個湯匙 然後新辣麵我們先拆開包裝 不要把麵包裝下去 我們只把麵包裝倒進去 Oat Bay Seasoning 假如大家是做一個Shake海鮮袋 這個粉就一定有 不要限制 一個湯匙 辣椒粉 我先下一個茶匙 甜椒粉Paprika 半個湯匙 好了 然後加入雞湯 雞湯平時我們煮麵是300毫升的 這次我們放夠500毫升 因為我們還要煮海鮮那些東西 然後香茅 月桂葉 檸檬汁 我們假如檸檬怕有核 可以用手擋一擋 就把檸檬汁全部倒進去 假如喜歡多些檸檬的味道 就自己加多些檸檬汁 狂野的味道 很棒 好了 然後就粟米放進去 我們煮回滾 因為粟米它煮的時間要久一點 蓋上蓋子 好了 五分鐘回來之後 其實那個粟米都已經半熟了 因為粟米已經切開了很小塊 好了 這個時候就可以放海鮮進去 海鮮要放最長的東西 就是我們的蟹 蟹記得 鹽這個位置要撕掉 好 我們這樣放下去 好了 不夠水了 我們加點滾水 剛剛蓋過一半就可以了 蓋上蓋子 雞雞 煮滾五分鐘 話雖如此 我們之後可以在中間再反轉它 就確保它是平均煮熟的 有些人問為何不喜歡它斬開 斬開 蟹的味道就走光了 那就不好吃了 我覺得這樣好一點 蓋住它 它的溫度可以保存得好一點 我們下一步就把我們的菇煮熟 想去吸收湯汁的味道 這個其實是很邪惡的食法 確保是浸過下去 其實基本上煮熟 煮它七分鐘八分鐘 什麼都熟了 好了 一分鐘回來之後 就可以把剩下的海鮮加進去 包括我們的阿根廷紅蝦 那些蝦 基本是蝦肉來的 就是帶子 最重要就是我們的沙白 全部放進去 開剩的時候就可以把沙白包出來 因為已經熟了 然後就把其他東西包出來 省涼之後我們煮麵 基本上你全部東西都拿出來 不開口的就不要了 放棄它們 然後新辣麵有第二個湯包 加進去 這個時候就可以真的煮麵了 你煮多久呢 我平時煮四分鐘而已 這四分鐘足夠我們煮我們的小腸 你煎到它的麵香脆就可以了 煎小腸這樣煎 麵都差不多 差不多散了 好 先把蟹炒了 如下步驟呢 IG story 很多人問 怎樣可以把麵組成這麼立體 首先當然要用一個容器 其實什麼碗都可以 先鋪麵 然後放料 放蟹鉗 蟹身 蟹蓋 然後再放料 再加一堆麵 而且是寫光的一隻 淋上醬汁 然後再沖花 再放料 這個由Shake Shake海鮮袋 演變出來的海鮮新辣麵天花板 就已經完成了 是不是非常之打卡入煮 非常之好看呢 而且是非常之好吃的 因為醬汁是充滿辣味之餘 海鮮的味道都很重的 那個辣味其實自由調教 一個湯匙的辣醬其實都很足夠的 好 多謝收看今集的 不熟不吃 喜歡的 記得要自己煮一次 CLS讚好分享訂閱 追蹤Instagram或者Facebook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